全油管最快新闻 北京强烈否认中国游泳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指控 不时报道 北京周一回应有关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前 被测出服用了竟要驱美他琴 但仍被允许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报道 声称这是不时报道 法新社说 现在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德国公共电视台和纽约时报的调查揭露了这一事件 也引发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之间的交锋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特拉维斯·泰加特指责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与北京勾结 根据德国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调查 2021年初 中国23名顶尖男女游泳运动员的驱美他琴检测结果呈阳性 这种物质自2014年起被禁用 理由是他可以改善血液循环 在这23名游泳运动员中 有13人参加了之后的东京奥运会 其中三人甚至带着金牌回家 张雨飞 汪顺和杨俊轩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了受污染的药品 法新社周一在北京记者会提问说 据报道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上周六证实 中国参加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游泳队中 有多名队员在比赛前的药物检测呈阳性 中国官方媒体称 相关报道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污蔑和抹黑 这则新闻揭露了中国游泳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指控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需要国际体育界的关注和处理 订阅新闻即速地 最先知晓天下是